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路之下将其关押 后进国民党元老保释方的出狱 1929年出狱后的华克之千居上海 在他的周围迅速聚拢了一批国民党左派或者对蒋介石统是极端失望的支交 怎样拯救中国的未来 华克之下决心消灭蒋介石 手段是刺杀 1935年 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召开 华克之位刺杀总指挥 由枪法精准的孙凤明担任刺客 由于蒋介石指派汪精卫与代表合影 孙凤明无法刺杀蒋介石 便把枪口指向了汪精卫 一连向汪精卫开了三枪 将汪精卫击伤 得知刺杀汪精卫的幕后主宰是华克之后 特路悬赏十万大洋捉拿他 但是华克之神秘有动于特路视野之外 竟然神秘消失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 华克之在廖城志和潘汉年介绍下 由毛泽东特批入党 成为秘密战线一位坚强战士 在秘密战线上 华克之做出了极大贡献 华克之曾经打入朱渤海身边 不断获取绝密情报 曾经窃取到蒋介石国防部 严密保管的二万五千分之一的 中国军用地图 通过潘汉年转交中共华南分局 华克之还在特务的层层监视下 将周恩来给宋庆明的亲笔信 送着宋庆灵手中 并将宋庆灵的回信安全送给周恩来 1955年 由于潘汉年案 华克之受到牵连 被判刑十一年 平反后 华克之以一个报社 编辑的身份平反度过了余生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